这是一辆邪恶的出租车 就凭眼前掉脖子的小挂件 多少能证明司机有些病变的心态 他来到机场随机拉客 恰好遇到了这对倒霉的夫妻 然而夫妻二人经过长途奔波 慢慢地睡着在后排之上 待天色渐渐微亮 女人这才睁开了双眼 他看着眼前陌生的街道 察觉似乎有些不对 男人发现不对立即与司机对话 可他依旧是默不作声 这让男人心里开始慌张了起来 他试图打开车门 可是车门早就被司机锁死 就连安全锁也被提前毁坏 意识到危机的男人开始撞门 但同样是无济于事 转眼数个时辰过后 巡逻警察丽雅就接到了报警 小孩报警让丽雅没太当一回事 他独自来到偏僻的铁路旁 在这他见到了报警的小孩 然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丽雅却是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这让他不禁加大了步伐 只见一只手掌的食指少了一截 关键上面还戴着一枚戒指 虽然很是诡异 但丽雅却是来不及多想 他快速扒开碎石子 被掩埋的尸体就出现在眼前 而这人就是刚才出租车里的男子 只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他的妻子 就在丽雅起身的一刻 铁轨上摆放的物件 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只见上面有一堆沙子 一个六角螺钉 两张碎纸以及一些石棉 再看看受害者残缺的手指 丽雅认为这其中一定有着关联 就在他沉思之际 远处却是传来火车的鸣笛声 为了保护犯罪现场 他果断做出蓝亭的手势 面对这巨大的铁皮火车 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勇气拦阻 好在司机及时刹车制动 这才慢慢地停止了下来 渡过这惊险的一幕 铁轨上的线索也得以保护了下来 随后他拿出相机拍照留存 其中还包括尸体以及残缺的手指 只是面对地上的脚印 他细心地拿出一张纸钞作为参照 这样就能大概看出脚印的大小 做完这一切本以为能受到上级的表扬 可事情却是恰恰相反 丽雅只是一名巡街的骗警 不顾安危替重案组保留罪证 反倒是遭到了莫名的批评 这让她对工作渐渐失去了信心 只是她并不知道 她刚才所做的这一切 却是得到了犯罪专家林肯的高度认可 林肯是一个瘫痪的知名侦探 一般警局解决不了的案子 通常都会来请他帮忙 而他看到现场的这些照片 便断定凶手是在故意挑衅警方 首先从断掉的半截手指来说 死者戴的戒指是妻子的婚戒 这是想要告诉警方 死者的妻子还在凶手的手中 其次是查看罗丁报纸以及沙堆 发现罗丁下方还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9113个数字 而此时的今天就是9月11号 接着又在报纸上发现 写着4点中的字体 居然被凶手圈了起来 结合这两点信息 林肯便推断凶手要在下午4点 杀死被害人的妻子 虽然知道了杀人时间 可却是没能推测出杀人地点 随后立即找来专业的检测员 分别对沙石以及罗丁进行检测 最终发现六角罗丁上的字母 是某家蒸汽机公司所有 而包裹蒸汽管道就会用到10棉 至于沙石其实是牡蛎可碾成的粉末 这让林肯想到某条街道曾经建造时 就是用了大量牡蛎作为填充物 通过这种种分析 林肯断定女人被关在地下管道中 随后让副队长保利带队 前往某街道进行搜寻 而此时的某地下管道中 凶手果真是压着女人来到了这里 只见他把女人的双手靠了起来 随后又打开连接的蒸汽管道 接着把出气口对准被靠的女人 完成这一步这才快速离开 那他这是要做什么呢 当大批警车赶到此地时 此时距离四点只剩十分钟 警员迅速打开地下管道的井盖 接着来到管道中四处寻找 然而前往地下二层的通道的阀门 居然怎么也打不开 就在搜寻进度被拖缓之际 耳间的丽雅却是听到了异常的动静 她来到被封的阀门前 仔细聆听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凶手在阀门上做了手脚 这是要阻止警方进来救人 就在警方打算炸开通道之际 蒸汽管道却是传来了流动声 丽雅看着这一幕 她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蒸汽的流动停止 一切又归于平静中 但警方随后还是炸开了通道 而进来的却只有丽雅一人 女人来到漆黑的地下管道中 在这她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被害女子死于滚烫的蒸汽之下 虽然丽雅不想再前进一步 但她的职责不得不让她继续前行 而她的任务只是采集凶手留下的线索 在这里她发现一些黑色的毛发和一块木头 以及一根带鞋的骨头 一圈寻找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本以为完成了取证工作 可林肯却要丽雅取下女人手上的手铐 因为这是采集指纹最佳的地方 只是在这没有钥匙的情况下 林肯提议用锯子锯断女人的手臂 却是遭到了丽雅的果断拒绝 她本来只是一个小骗警 这种肢解的工作她从没有接触过 于是建议让外面的法医来完成 可林肯担心那些人笨手笨脚 执疑要求由丽雅来操作 这让本来就对工作失去信心的她 在这一刻爆发了内心积压已久的憋屈 我可以 刮她的手 我们需要手铐 我可以 不 刮她的手 刮她的手 我可以 听我 刮她的手 我们需要这些铐 我可以 Emilia 我们需要 离开的丽雅头也不回 直接是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然而她并不知道 悬挂掉脖子挂件的出租车 却是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 而丽雅回到家里 独自蜷缩在角落哭泣 哭泪了就倒在沙发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就这样睡了多久 丽雅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她打开门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声音 就在她返回屋内之际 她听到了窗户传来的动静 紧觉得她立即拿起配枪 接着悄悄来到窗户旁边 来人是警局的同事 这是受林肯的指派 来请丽雅返回岗位 或许是睡了一觉 心情也好了许多 加上生活还得继续 不得不再次返回林肯的跟前 只是林肯并非官僚主义 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随即向丽雅道歉 但更多是知道了丽雅的身世 她之所以会如此多愁善感 这与她自杀的父亲有关系 如今一个人生活 没有人帮助 也没有人宽慰 林肯就想伸出友谊之手 你们知道他们说 原本来说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有预定的 destiny 我不相信他们 例如我的父亲 没有一人 我没有比较多 一学校的八学 我从中一学 没有读过多一篇 我从中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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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是 destiny 是你做的 但如果你的父亲 就没想到你 你一番开导与鼓励的话语 让丽雅对林肯 有了全新的认识 只是她沉默至极 警员又传来一份报告 某大学园区的一名学生 被一辆计程车的司机绑走 林肯断定 这一定是下一位受害者 随即展开对凶手的调查 而凶手这边驾驶计程车 来到一栋荒废多年的大楼 而被绑的大学生 则是被他绑于铁柱之上 随后拿出小刀 在大学生的身上割开树道伤口 虽然没有直接要了他的性命 但伤口流出的鲜血 却是引来了大批的老鼠 而这名大学生的结局 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林肯这边 只有他尽快找出凶手 这样才能拯救更多未知的无辜之人 只是对之前的线索进行查找 发现带血的骨头并非人骨 而是牛的颈骨 随后在颈骨处又发现一张微小的纸片 但上面的图案一时无法破解 就在他思索之际 负责医疗器械的理查德却是来到了这里 原来林肯一直是在靠仪器维持生命 一旦离开了他 林肯也将无法存活 但他并不在意这些 如果不是遇到这件案子 他都已经做好了安乐死的准备 随着理查德的离开 调查黑色毛发也有了结果 发现黑色毛发是老鼠的鼠毛 接着又对木块进行分析 发现上面的含氮量特别高 本以为会是一爆炭 但粪便堆积久了也会变成硝酸盐 随后综合牛骨 老鼠等三点线索 林肯便把方向定位在屠宰场上 因为这地方都能找到这三种东西 结合凶手喜欢年代久远的物品 最终确定了一家年线最久的屠宰场 转眼警方来到目的地 在这里果真发现了被绑的大学生 只是他浑身爬满了老鼠 人也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而丽雅在附近进行排查 很快又发现了凶手留下的线索 这次又有一张小纸条 以及一个火柴盒 就在他收集线索准备离开至即 警局的前队长 却是突然横插一脚 接二连三出现命案 却迟迟找不到凶手 他以权力为由强行接管了此案 丽雅和收集的线索 被他一并带回了警局 那前队长又能否破案呢 仅凭一个火柴盒上的指纹 就能断定杀人凶手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 但结合指纹的主人信息 又有计程车 又有犯罪的前科 这也只能是大概符合凶手的身份 可前队长却是脑袋一热 信誓旦旦地认为破案就是如此简单 他带领突击小组 砸开指纹主人家的大门 但是找到本人之时 他已经死在了汽车的车底下 而且他的食指同样少了一截 难怪能在别处留下指纹 只是这条线索一段 丽雅知道前队长肯定没醒 随即带着线索来到林肯这里 然而就在这时 女佣也收到一份文件 发现里面都是留有线索的命案 这与现在的案情如出一辙 只是前队长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关联 导致多人死去也没有引起重视 这让林肯气得血压立即飙升 还好女佣一直在身边陪护 她已经多次处理过这样的突发情况 一番抢就虽然稳住了林肯的病情 但她也却陷入了沉睡之中 而一旁看着的丽雅却是十分担心 没想到一向坚强的林肯 却是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 丽雅听后没有作声 默默地坐在林肯的床边等待 直到女佣也躺在沙发上休息 她拿起毛巾擦拭林肯的额头 情不自禁的情况下 她伸出手触摸林肯唯一能动的手指 不料林肯却是醒了过来 随着林肯的苏醒 她又立即投入侦探的工作 此前一直在琢磨小纸条的用意 直到丽雅带来的第三张纸条 其中的秘密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这是一张人脸的简笔图案 见多识广的林肯根据凶手的喜好 这让她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本犯罪小说 书的出版社 用的就是这个人脸商标 丽雅带着这个信息来到一家图书馆 在这里果真找到了这本书籍 翻看里面的内容 她惊讶地发现里面的犯罪手段 居然和此前的命案一毛一样 只是在翻到最后一张之时 这是唯一还没有遇到过的场景 知道大事不妙的丽雅 随即让警方出动直升机 这是要在码头寻找即将发生的命案 然而她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 两名无辜之人被绑于海水中的柱子上 当被害人被警方抬上岸边 发现老者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年轻女孩却是得到了及时的抢救 虽然还是发生了命案 但好在总算就下了一人 调整状态的丽雅在四处寻找 很快又发现了凶手留下的线索 这次是一张地图 一块骨头 以及一块金属片 她看上去像警察的徽章 然而犯罪小说上的案例已经被用完 凶手下一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在丽雅思索之际 林肯却是让丽雅描述一下那张地图 而丽雅看后得知是一张老旧的地铁图 很多站台都已经废弃 但其中有一个地铁却离此地十分近 丽雅急忙赶往此地 在这里果真发现了男人的脚印 顺着脚印她发现一串数字 而这串数字正好是林肯的警号 这下她就知道了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正是躺在病床上的林肯 只是此时的她身边一个警力都没有 在这危险的关键时刻 与林肯一直不对付的钱队长 却是来到了此处 转眼林肯的房门被人敲开 还没等女佣反应过来 他就被来人一刀刺死 然而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事 钱队长也倒在了一旁的血泊中 而近来的男人 正是林肯的医疗器械维护师理查德 原来他曾经也是一名警察 只是当时他公报私仇 伪造证据将六名罪犯送进监狱 却被林肯揭发了真相 这也导致理查德坐了六年牢 然而他压根不思悔改 为了证明林肯并非探案神手 这才不惜犯下多起命案 就在他提到要杀了林肯之际 好在丽雅及时赶到 丽雅的出现 不但拯救了林肯 同时也拯救了他自己 原本孤僻寡言的性格 从此得以发生改变 这全都源自于林肯身残之间的精神 一切命运都由自己创造 而林肯有了丽雅的陪伴 她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人骨拼图上映于1999年 该片改编自同名犯罪小说 其中的一系列惊悚案情 让不少影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上影帝丹泽尔华盛顿 以及安吉丽娜朱莉的联媚主演 让这部影片呈现出一场 惊悚的冒险之旅